大家好,我是来自依法半导体自动化技术进行的李罗君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自然KNX充电章 KNX作为一个家居和楼与自动化的标准 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同时在KNX能源管理方面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实验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5个充电章都已经进入了KNX系的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KNX的这个广泛的金融线 5个不同的充电章放在一起可以跟腾跟坐 并将他们的信息发生到KNX这个能源管理系统的后台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 当我们爬掉自动的一个以后 那对应的这个电流就会分配到了其他充电章 我们看这里的电流已经变成了17.7 那我们插回去以后 那整个电流又会 然后再打开 那这个整个电流又会呈现来进行一个调整 那刚才我另外提到 我们的充电章其实也可以通过KNX能源管理系统 是这个优先级 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1号充电章的电流 其实它会就是一直保持在一个32环 因为它已经会做了这个定制法 也一个最高的优先级 所以它一直保持一个最大的充电电流 那同时其他充电章的电流也会 动态的做出一个调整 就是实时的去调整 那我们接下来再插上去 那我们另外通过这个把它打开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充电章的那个电流又会呈现了动态的去调整和那个平衡 另外我们看一下充电章除了动态的调整 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是由于这个KNX的这种能源管理系统的这个灵活线 它也可以在那个充电章进行一个定制法的管理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号的充电章 它的电流一直是32环 因为这是因为它具有最高的优先级 所以它会远远保持一个最大的那个充电电流 比如说我们跟它关掉 关掉了其他的电流它会变大 但是当我们打开以后 它是会32环 但是其他的充电章的电流 它会相对的小一点 这是因为它设置了一个定制法的优先级 那另外一点我们的充电章 都是采用了我们的NFC的功能 那这些充电章进行开合那个关停的管理 最后这些CanX充电章也有接触了CanX系的 所有的数据都会在CanX这个能源管理的后台显示出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那边了解一下 OK 那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 比方说我们现在关掉那个1号充电章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2号充电章的电流和其他的都会相应的增加 现在变成了30多个环 当我们曾经打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1号充电章由于最高优先级 它的电流就飞到了32环 但对应的其他充电章的电流就下降到了22个环 对 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对那个灯 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 同样它的电流也会关掉以后会分配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这个对应的比较小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23点多 当我们打开一个灯以后 因为可能现在有充电章关掉 或者你看一下这个坑条 当我们离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流的变化也是比较明显 现在31 然后让我们把坑条打开以后 它会对应的一个下降的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KANS能源系统针 还有哪些设备 这个是一个SDKANS的评估板 它模拟整个能源管理的控制中心 用来监控 还管理整个能源系统针的设备 这是KANS模块与坑条控制显示板 通过KANS模块的集成 它将整个坑条系的完美地 接入到了这个KANS能源管理系统之中 那我们接下来看SDKANS评估板 与洗衣机显示和控制板 通过SDKANS评估板 可以将洗衣机完整地 接入到这个KANS能源管理系统之中 那我们接下来接下来一个简单的操作指示 比如说暂停 打开 或者在暂停之后进行简单的模式的操作 这是KANS模块 以及光伏逆变器与储能系统的坑制板 通过这个KANS模块 可以将逆变器与储能系统 完整地集成入KANS的源管理系统之中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是一个逆变器 它可以通过刚才的KANS模块 进入KANS系统之中 然后这个是一个储能电池 同样的通过我们的KANS模块 可以接入这个KANS的源管理系统之中去 就算是一个储能电池的 这个是一个储能电池的 这就是一个储能电池的 这个是一个储能电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